又是私追查的特别节目 大家都知道,现在银行展开新一波的追call loan 但大家也知不知道,现在银行和财势有夺命金的call loan 今天令到很多老千纷纷爆煲 为何我会说老千,通常是老千股 哪些老千股,我想都不用我详细说 其实大家玩过股票,应该就中那一招 很多时候都是听消息的故事 原来那些是老千股 当老千股的老板拿了小股东的钱之后 他们会买豪宅和卖油艇 而最近一批在海船门拿出来的单位 正正印证到,现在的财势或银行 就开始将一个夺命金的call loan 正正因为夺命金的call loan 未来老千股的老板将会排队爆煲破产 如果大家想听今集的故事,千万不要走开 好了,在未开支之前 如果大家还未订阅,请帮手订阅 请赞到夺分给朋友,多谢大家 老千股除了说到几个姓名 例如姓庄,姓冠,姓许,姓张,姓陈 那些都是老千股的代表 前面也说了,老千股的老板 拿到小股东的钱之后 就会买豪宅,去买游艇 他们买不是未必全费的 很多时候都是财势或是买银行借部分钱 继续欺骗小股东 就继续运作 坦白说,这几年 小股东都学精了 就不碰这些故事 所以其实由三四年前 这些老千股的成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的时候 你会见到老千股开始 就将业务本来在香港 转型到大陆 做炒地皮也有 做什么抗产资源也有 另外也会将公司的股份 抵押给财务公司 或者证券行 通常以前做得最多是珠泰 但珠泰这几年都不做 可能已经是年纪大 或者是之前的事件受损手 所以珠泰明确上 都退出了这些抵押股票的市场 反而 哪些做得多呢? 这些证券行退出了 有些财务公司会做得多 尤其是有少少中资背景的财务公司 就做了很多老千股 这些股票抵押 利息不便宜 由早十年八载的十多厘 到近四五年的 去到二十多厘 大家要记住 老千股是如何生存呢? 它是要做个盘子出来 要骗一些小股东进去 是吧? 不断地公股也有 接着做低股价 来复制你的钱 也有 但大家都有听过 近几年 其实很多散户都不玩老千股 老千股 就失去了一个资金的来源 失去了资金的来源 之后 它利用一些股票抵押给财务 或者买一些豪宅 就抵押了银行 或者抵押给财务 它也要给你的利息 资金来源一断的时候 它们就不行了 所以今次的银行和财务 这个call loan 正正令老千股 就要卖楼卖成了 正正一个奪命金式call loan 这些老千股老板的凶险程度 就比一些炒家更加凶险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是一个炒家 其实你的层楼 是按了财务公司 或者银行 那就是call loan 你想办法去还 还不到就是卖楼 再卖不到就是破产 这条路就很正路 但是这些老千股如何 是股票抵押了财务 但是这些股票现在是一文不值 每一年是给20多利息 你一定能够够够够够的 你没有一个新资金进来 即是给你这个利息 那这些老千股老板 唯有卖楼 所以其实跟炒家很相似 但是有一个凶险程度 是比炒家更加凶险的 所以我用新一波的call loan 我没有用到奪命金 去形容那些炒家 但是今次这些老千股老板 我就用了奪命金这三个字 大家又看到奪命金这一套电影 应该都明白奪命金是什么意思的 现在我们讲第一个主人翁 就是由九龙站这个海船门 一大批物业 就劈价劈一半 劈到7亿 就开始讲起了 我们先讲了地产新闻 之后再讲故事 去年政府施政布局简立之后 这个贵价豪宅市场交流 就开始转网了 不过近年过分进取开价豪宅 却要劈价求客 在两年半前 就以高价13亿 想卖出一批海船门的大米 老板就是中联石油化工的前主席 这个许智明 及相关人士持有九龙站的 最新劈价由13亿 就劈到7亿 相述 一男子的豪宅 由中联石油化工的前主席 和相关人士持有 其中有五个单位 拼为一个实用面积 超过8200尺 一个巨型单位 在内围中国宫廷式的装环 当时的业主叫价高达13亿 意向价大约15万一尺 挑战亚洲的纽黄宝 讲讲这个许智明 许智明我不是直接认识的 不过我朋友就认识他 我朋友就差点被骗了 可以讲讲故事给你听 大约在几年前 我朋友经中联办认识了许智明 连着那个叫徐真平 徐真平是谁呢 大家其实上网都找到的了 就是当时在这个乌克兰 就说买一只航空母船 就过来澳门开赌场 谁知道日后就不是的 就做了一只辽宁号 这个徐真平其实也是一只驾驾车 这个徐真平也有个故事 就是他经常跟别人说 他在平州有一幅地 有些屋子 就说要合作发展 其实那些地是发展不到的 那么详程是什么呢 或者有时间我先跟大家讲 因为今天主要讲是许智明 当时我朋友也去到九肚山的豪宅 不知道是租还是卖的 因为我朋友就没有深究 他的装修就跟这个 海淳湖一样 又是宫廷式的 去到吃饭 吃好东西 在这个吃饭期间 许智明就问我朋友借钱 我的朋友很奇怪 因为今次是经中联办 和徐真平介绍 第一次才认识的许智明 怎样第一次见面吃饭 就问借钱呢 我的朋友当然是耍了他 借尿顿 是吧 第二天就约我出去喝茶 我问许智明是什么 我立刻在互联网搜索一大堆东西 我说其实呢 你这些钱有借没有还的 他也不是第一个问你借钱的了 那么这个许智明 亦都跟这个冠永义交恶 因为他曾经告过 冠永义 说他的威胁他 还是怎样的 在14年 亦都有一些大圈帮 又说不知协持过这个许智明 总之他的故事 大家上网也都找到很多故事了 好了 我们继续看看 他推出这几个盘之后 其实没有人买 那没有人买 那怎么办 那就加多一个 再加多一个 就令到那个面积 就由8200尺 就去到这个 9100多尺了 那这个二向价 都是7亿 那每次的叫价 就降到 就去7万6千多元 好了 我看看这个许智明的成本 多少了 他在2007年开始买入来的 他当时分别的买入价 就是1.84亿 16万 和15万 那最后呢 在这个2011年 又买了两家的 就是268万 还有2200万 那六个单位加上 就总共2.8千多万 但今次他放7亿 他有钱赚的 所以呢 其实他的价格是偏高的 我可以告诉你 7亿一定放不到 如果你问我多少呢 我觉得呢 将7亿除以3.5亿呢 应该就有机会可以买了 如果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留意这个创业板呢 创业板呢 创业板呢 由这个以前高峰期 就是1800点 现在跌到 就跌到二三十点而已 换句话说 现在很多创业板的老板 都不行的 就算是萧若远 老蕭 他那只8079 他卖给那个松草大王的时候 你猜猜多少钱 所以现在这些创业板也好 或者这些老千股的老板呢 其实银是不值钱的 即是你们以前都说 可以炒银来到 可以买到钱 但是银也不值钱了 再加上 你亦都哄不了 那些三个进来 买的老千股 所以你看到 他们现在的收入来源 是全部断了的 断了的时候 你问财务公司 押了股票那里 你就要供 就算你不是股票 你是拿一些楼 过去又是要供 那现在你们是没有这个收入来源 那这个财务公司或者银行是怎样的 唯有用这个奪命金色的押了 所以未来 大家就会见到 一大批老千股的老板 就是排队破产的了 今次你可以形容 这是一个楼市海啸 而97那个叫做楼市风暴 那么这个楼市海啸 和97的楼市风暴有什么不同呢 97那次死 就死了很多平民 即是普通人 那么快些炒家 例如波叔那些可以大步纳过 对吧 金潮阳 其实金潮阳也差点没顶 但是他也大步纳过 好了 但是今次 反而平民没什么事 普通人 在炒家 即是一些老千古老板 那些富豪就出事了 97那次楼市风暴 波叔就大步纳过 但是今次这个楼市海啸 我觉得 波叔家族 就应该纳不过 因为楼价 或者铺价价还在下跌 波叔那些买法 应该会将它支不抵债 我们暂时知道两个爆煲 一个就是海豉饼 另一个就是卓越前主席 也是爆煲 其实这些炒家 全部拿不过今次的楼市海啸 我相信在2月3月和4月的3月 大家将会听到不同炒家的名字 和老千古老板的名字 就不会爆煲 所以我们今次生活在大时代 就见证财富的一个大转移 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LIKE 请帮忙订阅分享给朋友 还要按旁边的钟仔 有新影片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给大家 请帮忙追踪我Facebook 和IG币 拜拜